哈囉大家好,我是Aston,今天我要來教這個怎麼去下載 知名公司的模組 首先要去這個 這個Folder Store Folder Store這邊有很多模組,就是你要載模組都要從這邊載 但是你要先去拿到這個,他這個App,要先下載這個App 像是這個類似模組管理器的東西 就是你首先會到這個頁面 然後去點選這個 就是往下滑會就看到,我是已經把它弄成 最喜歡的這個 然後點藍色的這個 好,然後進去之後會到這個頁面 然後再點這個,藍色的這個 就類似創建一個檔案這樣 然後就是 你可以從這邊拿到模組,但是我是建議 從網站啦,因為 從這裡直接下載的話會有一堆BUG 就很容易會出BUG這樣,然後 你可以從這邊點這個,最多人下載就是 就是 大部分人都會用的模組 就可能比較好玩的啊,都在這上面這樣 你也可以直接從這個GestMode這邊 GestMode這邊有很多 有很多就是 跟網站上面差不多的模組啦 就一樣這邊可以選最多人下載 那你要從這邊直接 開網站的話就 這個website 點進去 然後按這個,install with model manager 就好了 對,然後他這邊還會 就是可能會跟你說,你下載這個模組 啊他可能 會需要 這三個東西這樣 啊反正你點了這個之後,他們就會自動下載這三個了,所以 其實蠻方便的啦 然後你以後 以後就是要玩模組版本的遊戲齁 就 就從按這個 Mode這個,藍色的這個,右上角 點下去之後呢,他就開始跑了 他從你的Steam開喔,所以要邀請好友的話也是從Steam 好接著我要來推薦幾個 蠻好笑的模組喔 首先第1個是這個 Goku Brecon喔 這個Goku Brecon就是替代了花南 他把它替換成了這個 孫悟空喔 再來是這個假門模組 這個Mimic是替換了 射師中的撤離出口 啊一個射師只會有一個是真的撤離出口 所以這個假門模組 當你開錯的時候你就會被這個 怪物吃掉 再來是這個跳舞的模組喔 就裡面有很多舞蹈蠻好笑的啦 我覺得 啊這個通常配合著這個下載喔 這個 會讓你 可以邊跑步邊 跳舞喔 就不會中斷這樣 再來是這個Skinwalker模組 就是 你在用遊戲裡面的語音的時候 你的怪物可能會停檢 並 學起來 就是你可能會聽到一個 蜘蛛會在那邊 喊你朋友的名詞之類的 再來是這個 Kirobram的模組 就是添加了一個新的怪物 Kirobram的模組 Kirobram的模組 再來是這個 會讓怪物觸發 那個機槍塔 還有地雷的模組 再來是一個新增了更多東西的模組喔 這邊新增了很多東西 這個新的東西是這個 死亡筆記本 就是在上面寫玩家的名字 就可以把他殺掉 再來是最近兩個比較紅的 新怪物喔 第一個是這個 SCP-096 他就是看到他的臉 他就會大概過了30秒左右 就會直接來 抓你就不管怎麼樣都會殺到你 除非你 撐著船離開了這樣 再來是這個 怪奇物語模組 這是新增了一隻新的怪物 就是看到閃爍的燈光的時候 還有奇怪的叫聲就趕快跑就對了 再來是這個 算蠻好玩的模組啦 就有這個 假人然後扮演成 假裝成是玩家 這個假人 他臉上不會有面具了 還有他提高了生成率 然後他可以在每個星球上 都出現 而且他會 他會穿著那個 玩家身上 所穿的那個服裝啊 並且他還會做那個 表情動作 所以有時候可能會分辨不出來 再來是這個 backer room模組 就是可能在 你在收東西收到一半的時候會 掉到backer room裡面 再來是這個音響模組 在遊戲中購買那個音響可以播放音樂 但這邊 你拿著音響按B 並貼上YouTube連結 就可以聽自己想要聽的音樂 好啦大概就是這樣 啊我自己是載了 將近70個模組啦 啊這上面還有很多模組 其實 要發掘的話 這邊有很多可以去找 這個音響模組 好 來吧 我們現在就要 我們現在就要 一種音響模組